7月28号 中共审计署在官网发布消息声称 近日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 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 那么 主持起草中共第一部企业破产法的曹思源对本台记者表示 当局近期的这项对地方债务的审计 可能是对中国各地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来一个摸底 不过 有专家分析 地方债务大多涉及官员贪腐 如果要真实地曝光地方政府的负债情况 会遇到重重阻力 据官方媒体报道 7月26号 国务院发出特级名店 要求对全国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 全国性审计工作将于8月1号起全面展开 这次审计署将对中央 省 市 县 乡 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彻底摸底和测评 作为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底特律 最近申请破产 曾经在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提改委工作 现任司员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的曹思源 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破产问题 因此废除了国民时期的六法全书 包括破产法 大陆的破产法重新制定 是1980年我发表文章首先提出来 然后呢 我到国务院工作的时候继续努力 最后进行起草工作 写破产法 在88年11月1号开始生效 但是 到目前为止 破产的观念仅限于企业 政府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能破产 曹思源表示 这一次底特律的申请破产 使人们猛醒 只要是债务人不能够清偿到期债务 还不起债 就有可能陷于破产 因此人们重新注意地方政府破产问题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突然发生 审计部门决定对全国地方政府开展债务审计 地方政府呢 因为长期以来没有破产的观念 举债啊 没有任何的粘密思维 我举债 能不能还呢 还得起 还不起呀 我拿什么去还呢 这位都不考虑 我只要是想借债就借债 想担保就担保 所以地方债台高出 中国有12座所谓的鬼城 就是大面积开发 但是无人居住的房地产 他们包括内蒙古赫尔多斯康巴什 河南郑州正东新区 河南鹤壁 辽宁营口 江苏常州等地 曹思源认为 如果房地产开发有投入无产出 这12个城市将面临破产还债的问题 审计地方政府的债务 很有可能牵出背后官员贪腐的黑幕 宣布地方政府破产 可能将令地方领导人乌纱贸不保 这使得从地方到中央 曝光真实债务状况 和承认地方政府破产都存在重重阻力 越是掩盖债务问题 越加混乱 就好像是地上有人买了地雷 好的办法呢 是通过排雷的章制 把这个地雷排出 避免踩上地雷 避免损失巨大 相反呢 如果掩盖这个地雷呢 就是铺上稻草和鲜花 一片阴歌厌舞 最后呢 踩上去就爆炸了 人羊马翻 损失更大 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远远超过预算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段绍毅表示 地方政府修建豪华政府大楼 树立形象工程 导致很多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而中共的制度缺陷也是债务飙升的一个原因 段绍毅说 中共官员的政绩评估体系当中 只看GDP和形象工程 却不看负债多少 博西大在曾经的时刻 他建了很多的形象工程 他比他超横高 搞了十万人的这个韩国比赛 政府的因素 去考核他花了多少时间 那负了多少精力 他也曾经接受的 那个人心是多了 市民感觉很好 但是博西大欠了几千亿的这个财政的这个天狂 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今年中共两会期间 神技术副省长董大胜表示 截至2010年底 中共中央债务规模在7.7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地方债10.71万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早前时候估算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 占到国民生产总值到45%